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青協M21網上節目 施政面面觀,我是今天的主持William M21是一個完全青年的網上多媒體互動平台 透過不同的多媒體創作讓青年人參與其中和青年人一起互動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來到五局長Eddie的主場 但今天的節目也會上載上網去青年人的主場和大家多討論、多交流 而今天的課題正正就是施政報告的教育課題 是青年人非常關心的課題 所以在這裡我想先請Eddie和我們的青年朋友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Eddie 剛才也說過青年人非常關心施政報告 亦特別是看重教育和他們息息相關的課題 可否作為局長就香港的教育和我們青年人分享你的看法 好的,首先多謝大家這個機會 我想大家可以坦誠報告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在施政報告裏出來之後 詳細的個別情況我就不提了 我提了幾個重點 有幾個反應出來的 第一就是你看回 一,究竟香港對這個教育的承擔是怎樣的 很多時候有些人懷疑 經常都問這個問題 第二,究竟過去做成怎樣 將來有什麼重點 我想是這三個方便 你看回教育這麼多年 都是起碼每五元 香港政府花的 其中一元都會在教育裏面 而很多段時間裏面 就算經濟不好 其他部門是要去剪裁的財政 但是教育也要維持相當的水平 就表達了我們對教育的承擔在這方面 第二件事就是最近有提到 也有些人問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特別說 就是鞏固期優養生息 那些人說那就是不用做了 其實真的要解釋一下 你看回過去六年的強制小學教育 到九年的初中的強制教育 到十二年的免費教育 包括文博高中 到現在我們希望做的 就是十五年免費教育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過程 在這個新高中 剛剛這個學年才完成了去年七月二十日放榜 其實是過去十二年的教育 有關的各種活動 對老師、對校長、對學校、對學生、對家長 甚至乎對整個社區、對僱主 都很大衝擊 在我們一個諮詢過程之中 這幾年 老師、校長、家長都說 夠了夠了 慢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跟他們說 就是不需要擔心 整體一個系統性的改革 我們會放緩 所以這個叫做優養生息 一段時間先 但是不等於不做 大家花了這麼多努力去創出這個新高中 將七年變為六年的中學教育 將這個三年變為四年的大學教育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大家很努力 在這些家庭裏面做了第一年 有很多經驗出來了 你看看過去這段時間 我想這幾個月 你看看報紙裏面 經常都說 香港被Piersons 一個很著名的國際教育機構 評謂全球第三位 在教育制度 在學習的進度 是全球第三位 只是芬蘭和韓國在我們前面 日本和新加坡在我們後面 這個和這個 我們的閱讀能力是全球第一 數學全球第三 然後科學那方面 全球是十大之一 你看看這些都是大家努力得來的 這個時候要做的就是要優化 不是不做是要優化 有很多青年人跟我們說 一些同學跟我們說 SBA很辛苦 功課很多 教育時間很急 很難頂 但是這段時間 自從去年九月到十月到現在 我們做了很多檢討 希望很快 在三月左右 我們有些短期的措施 可以提出 好 謝謝 我都不霸佔說話的主導權 有四位青年朋友都在現場 不如看看他們 就著幼稚園教育 或者整個十五年免費教育 有沒有什麼建議或提問 好嗎 局長你好 首先我介紹一下 我叫Ashley 正在讀中大的正正year-one 在拜向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時候 我都建議可能在穩定軍心方面 因為現在在他們的幼兒教師上面 其實沒有一個同一的CG表 即他們的薪投表 其實會不會可能在來年 或者在這兩年之內 可以做到一個統一的新籌表 先穩定軍心 然後再去做任何的研究 例如剛才局長都有提過 去令到他們的資歷 更加有一個進修的空間 可能會為他們提供一些資歷的津貼 去繼續好進修 這個是我建議 不知道Eddie有什麼的看法呢 第一就是由現在這段時間裡面 剛才說了還有二千個幼師 還在進修 所以我們本來五年的計劃已經完成了 但是我們覺得應該要延續下去 要遵助他們 考到市那些可以拿回那個學費 這個我們會到明年 2014年為止 這個第一點 我們希望就這一點 第二個重要的是 就是說那個新籌的新級表那部分 我們都很重視這一點的 就是在做的時候 我剛才說了 因為它的結構不同 如果你任何一個表出來的時候 如果它的規模可以很小 可以很大 那時候如果一個新級表 全部都可以用 你就會發覺有些情況會出現的 一就是譬如說 優師A1、A2 然後B1、B2 或者學位C1、C2 一個這樣的做法 如果你剩下15人 你根本就 你這個表是用不著的 是吧 這是同一道理 所以我們在想著 就是盡快 其中一個工作少了 一定要做的 就是看回不同的規模 或者不同的做法那些 他們的工作的性質 責任的要求 和那個資歷的要求 做一個所謂叫做 我們工作評估 立即評估 我們叫做Job Evaluation 那裏做一個代表 然後可能做一個建議的格構 然後裏面可能是一個 最低的工資的水平 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要考慮其他事情 都是業界跟我們說 都很擔心 就是你設計的時候 一定是有競爭性 如果你自己帶低的時候 他都不打算留在那裏 你設計出來也沒有用 第二 如果流失的時候 原因在哪裏 還有擺出來 有沒有競爭力 可以請到 真是很有心 做這個幼稚園老師那班人 所以這都是幾個學問 但我覺得 一定有工作少了 是朝著這個方向走 在跟著期間裏面 我們都特別知道 在我們探訪的時候 和跟我們業界討論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 我們的資源都是好 慢慢緊不夠 舉個例子 我們的玩具已經夠了 我們的裝修裏面的牆 就裂了 對於小孩可能不太安全 或者學習動機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次我們特別 都安排了 在這兩年裏面 給一個特別的津貼 跟著中心的特別的情況 不同業大工 希望有些錢 讓他們立即可以這樣用 去做這邊 這個你說得對的 在其中過程之中 其他急事急辦的部分 我們希望儘量能夠作出支援 繼續邀請在場的青年朋友 發表他們的意見 Hello 我是CK 我是中文和通識科的導師 其實我想問一件事 相信在座有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我們都提倡 小班教學這件事已經很久 其實在施政報告裏 第152條也提到 就是補學校、補教師和補實力 其實這四補 其實是否已經在推行小班教學 還是其實小班教學 仍然都需要一個很長時間的研究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小班教學已經講了很久 但是好像到現在 甚至這份施政報告 都好像沒有一個落實的方針 會推行小班教學 謝謝你提出這個問題 有幾個一些資料 我們可以掌握一下 首先第一 例如幼稚園 它基本上是一對十五的 有些幼稚園做得上是一對十二 或者是一對十 就看自己辦學團體的理念 但是低到是一對十五 比如說小學是一對二十五 小學已經在推行小班教學 為什麼我們叫做推行緊這個字呢 其實已經推行了很多年了 因為它有六年了 現在第六年 剛剛在做一個跟趨性的研究 看看小班教學的功能在哪裡 看完今年就是剛剛第六年 看完那一年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那個效果 所以我們會再看一看跟趨 那個報告怎樣 但是小學已經推行了 但是個別的學校都會看到 小班教學其實不是一個模式 其實是一個學習的方法 的一部分 那什麼叫小班呢 可能是多一點互相互動 也都是多一點的交流 那有些的情況之下 是它需要大班一些去學習的 比如需要分組討論 比如有時候通識也是 需要分組討論 不同的組別裡面最少有幾多人 那變成它可以有些不同的角度去看東西 那這樣的學習裡面 那個尺寸就不可以太小的 那這個就是對小班不同的要求 就不會因為它要小班 而不就它那個學習的那個領域去靈活運用 中學裡面其實呢 中一中三裡面呢 有很多的科目已經是分班教學 我們叫分組 分組教學 我上次去過很多學校 我們有一次看上了這個英文班 它全班大概是36人 就是34 現在一般的平均尺寸 它是36 那一去到的時候 原來它已經分了兩班 因為英文裡面 大家要互動 一定要講 要去聽 它已經分了兩班 那如果兩班的呢 平均一班是18人 是吧 然後呢 那個班和老師和人數比 那個都有1.7、1.8 對一個尺寸 那這樣看的時候呢 變成都有一點幾個老師跟著的 所以它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是這個分組教學 去到高中的時候呢 就更加明顯 你們都經歷過一部分 你看到裡面呢 去到高中 因為呢 跟以往不同 你選修科目的機會大很多 除了四個主修科之外呢 你可以選多兩個或者三個科 選科裡面呢 不是每個人都選過科的 它本身已經是分組教學 是吧 有些人去其他地方學上 一些個別的特別的科目 所以 它達成之後呢 它本身已經達到一個小班的形式 我們在場呢 其實也有些準老師的青年朋友 我想就著教育 他也有很多東西想發表 擔心找工作嗎 找工作不是最擔心的 我叫Jonathan 再次介紹一下 我現在在中大讀PGD2 是的 我想 其實 我接下來會教中學的時候 我想很多人都會關心 這個校本平衡的問題 其實校本平衡 我相信大家都認同那個理念是好的 但是呢 推行起來其實有很多的阻力 譬如我自己訪問過 明察暗訪過一些不同的學生 推行的情況 有一些可能是不錯的 譬如說通識科 一個月他可能放六至八個小時去做 而當中也有兩至三個小時 是跟老師去個別討論 是不錯的 但是呢 同時也有另一個極度 可能會說 就是他全年三年做一份通識 project 那他由頭到尾加起來 只是跟老師聊過兩個小時 那其實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那我想是一個專題研習 或者是下本平衡的形式 他成不成功很大程度 在於老師有沒有足夠的時間 跟學生去進行這個活動 但我想這個跟剛剛小班教學 那個問題都有一個掛勾 就是 因為老師他在學校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他其實不是每一間學校的老師 都有能力兼顧到 擺到這麼多時間下去 跟同學那個相處那裡 那所以我想知道 有沒有一些是 就是有沒有一些 就是政策或者一些方針 可以去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聽過不同的學校 就有不同的策略 那有些可能就是用一個 叫做全民皆兵的策略 就是可能通識科的project 這份訂給科學的老師做 這份訂給歷史的老師做 就是有些這樣的策略 也有些學校去外判 就是可能有錢些的 外判這些project 但是又不是每間學校都有這樣的錢去做 那請問局長有沒有什麼方法去做 果然是明查案房 非常強進的一個看法 我要相信你 明查案房 這個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 也要看回新高中 第一屆剛剛才要推行 其中裡面也有很多經驗 不斷地累積 我記得初期那時候 譬如說回通識先 初期那時候大家都很擔心的 那些老師覺得 不知道就是無所適從 跟著那個SBA做這麼多 怎麼做 那一同我就覺得 有什麼可能三年都做一件事 那我覺得很辛苦 那到後來呢 我們要支援通識老師呢 我們在區域裡面設計多一些 通識老師之間的一些 區制的小組 那變成他們之間可以多一些溝通 裡面找一些比較 CG比較深一些 一些資深一些的老師 放在兩個每一個區 所以他們可以多一些支援 第一點 但是有時候整個SBA 之前的設計 它是比較審慎 比較保守的 所以變成很多的基本要求 放在這裡 但是經歷了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發覺呢 有些可以放鬆一點的 例如LS本來交四份 現在可以交三份 譬如VA裡面 可以四份交三份 可以將它調節一下 讓它不用那麼緊張 但是有些部分呢 我們是因為教育理念的問題 是堅持的 舉一個例子 你看回為什麼 那個三年的項目 為什麼三年都要它做呢 有它的原因在這裡 在整個新高中裡面 我們都盡量迎合到 未來世紀 對人的新人種的要求 其中一點就是獨立學習 以及我自己是自己的 主宰自己的學習模式 第二就是要這個整個的過程 是能夠發揮它所謂的多元智能 什麼叫多元智能呢 我只是拿資料是一個 怎樣去擺一些資料 去present又一個 跟著我怎樣去表達那些 又是一個 表達是牽涉到語言 牽涉到Vision 牽涉到VA 然後組織 而過程之中 一個人做完 他自己三人做完 就達不到原本的目的 目的裏面呢 找些不同的人 談不同的事情 變成他主導的 可能老師是其中一個 特別是這個方法 學的方面 比較多些 其實我自己本身 都在大學裏面 進修著教育的碩士 我其實認同那個方向 作為一個青年工作者 有一些矛盾的觀察 就是特別是 在青年人最喜歡的暑假的時候 我們留意到新高中的同學 我們有一個說法 叫做 這個暑假沒暑假 意思是整個暑假 都被老師拿回補課 就參加不到我們這些活動 所以留一個這樣的觀察 其實覺得老師和學生都是辛苦的 是的 所以你有感受到 我們鞏固期和這四個字的原因嗎 明白 不是休息 是慢慢休養生息 沒錯 那CK是否也有一些提示 其實我想強烈建議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人 都有做通識科的導師 也明白到 其實很多老師的負擔都很大 特別是一個人要任教六個單元 而這六個單元也是 跨層面跨得很厲害 譬如說在個人成長裏面 關乎到一些青少年心理學 甚至可能是在公共衛生裏面 牽涉到一些科學的知識 能源科技與環境裏面 牽涉到一些地理的知識 我們都深信一個老師 會有自己的局限 即使他有多專業都好 但是我們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老師和學生之間 可不可以負擔得來呢 就是你要想 其實一個老師有自己的局限 更何況一個學生 其實希望真的強烈建議 希望可以把通識科的六個單元裏面 可以大幅減至三個單元 因為大家如果有經歷過A級 都知道其實他們的年半裏面 只是選收兩個單元 但是DSE短短兩年半裏面 是要收獨六個單元 還要兼顧SB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他們應該都是 休息不了 因為都明白的事情 就是當我自己教的時候 其實備課都是一個很吃力的 都是吃力的一環 所以變了就是 可能局長剛剛都說 都希望兼顧到學生 一個學生和老師都一口氣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真的積極去考慮 將通識科的課程大幅調改 或者可能是將它變成 非公開考試的必修科目呢 而著重SBA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討論到這部分 譬如去年九月之後 每一科都有自己的委員會 做特別的一兩天的檢討 開大會檢討 都有一些意見出來了 其中一個意見也有這樣提到出來 也有一些意見 當日都有提到一點 我想都可以另一個考慮 就是說 六個環節不等於你個個環節自己去教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Golparization 以及能源 Energy 以及中國 其實可以三樣八樣齊 那變成你鬥一件事 其實你減三個範疇 那樣的形式去做 也都很難真的調整六個範疇 因為其實裡面很多可以重複 那變成是用我們叫做 這個跨科 跨核心那部分去學習 尚算這個方法變成你仍然可以鬥到六個範疇 但你不需要六個範疇都全力單一去學習 這就是現在學習其中一種新模式來的 我們都建議是有一個方法去做 那第二就是 也都不需要真的強調 要叫做全教 為什麼通識是特別沒有課本 就是它有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討論了很久 是一些教學的理念來的 是吧? 理念是怎樣呢? 變成你真是自己很獨立 自己去主宰這部分 你越有信心 你越能夠朝這方面走 或者我補充一點 其實因為我都是第一屆的民憑士不悅身 其實我也有親身經歷過 真的通識科的考試 其實也有經歷過通識的課程 其實通識在以往的高補都已經存在 只不過是沒有那麼多元 那麼多的單元 但是其實我也很認同CK的說法 就是我覺得 在裡面的單元的涉獵是太廣的 雖然原意是好 就是希望學生可以接觸更加多的範疇 但是對於學生和老師的承受力 其實是難以去承受的 加上課時不足的問題 都很想問一問Eddie 其實在當中除了通識科之外 其他可能校本評核 或者其他學習的經歷 OLE那些 其實都是佔在總時數裡面 在當中其實是分散了 老師和學生專注在學習的時間 其實這一方面 會不會有其他的跟進呢 是 我聽到兩個同學 你實質的個人經驗裡面看得到 我很相信那個委員會 都會有其他很多意見所接近的 我呢 我想今天聽到你們說的 我一定要寫下 可以再跟他們特別提這件事 再強調一件事 就是 通識是令到香港 整個新高中的那個 那個landscape 是改變了的 在座的都是大學生 或者大專畢業的同學生 我想他們也很關心他們身處的場域 就是大學的教育 或者大專的教育 在這個時間 不如我都請同學生可以說一下 就著整個大學 無論是理念也好 或者是學額 甚至乎近來都比較關心 大專的質素問題 你們的建議或者問題 有什麼想跟Eddie說 是的 Eddie,你好 我叫Billy 現在在香港大學 正在讀工商管理 先講大學之前 我有一個整體 橫跨的教育 就是 我想探望現在香港學生的語言水平 因為 剛才Eddie提到 有一個研究 我們香港學生 他的閱讀能力 是全球的第一位 但是 其實在他的閱讀信心 動機方面 反而是比較厚的一個位置 我在想 香港一直以來都接受 我們這套語文教育 但是我發覺 漸漸好像要側重訓練我們的能力 多過去了解他背後 認識他深入一些 而我剛好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經驗 就是我小學的時候 接受中文教育是一個種子計劃 裡面的課程加強了很多文學元素 令到我們其實讀 還有那班同學 上到中學去問他們的時候 就說他們其實大家 讀中文的熱誠會高了 所以我就在想 但是我們最近現在 新的文憑士的中文課程 那樣 那例如五份試卷 其實呢 中研話閱讀能力 我們有講到關於一些文學的東西 但是其實涉獵都不多 反而就例如是卷悟一些綜合能力 就會去特地好像訓練他 職場上面去利用 多於去 真的了解中國語文背後的含義 那所以其實 也想問一下Eddie 你覺得語文教育來講 在現在你有什麼願景 或者其實都想有什麼想法 我們都聽不懂 是的 那我對Villie的意見有一點補充 我想我們現在的教育 是很強調 就是語文的工具性的作用 但是我想如果是學英文的話 因為大家現在 就是我們要有國際事件 出去跟別人交流 今次要懂英文沒問題 但是如果我覺得作為中國人 你學中文 只是為了工具性的那個方面去學 而沒有那個文化性在 我覺得就不是那麼恰當 沒錯 文化和歷史和語文 還有那個年大館 對 看回香港的語言水平的情況 中文、英文最近說得比較多 譬如英文最近也有人提出 最近有一個研究覺得香港6.4%很低 這樣 那我就給了兩個反應出來的 第一就是那個研究 因為他只是自己有興趣就參加 那就是他做研究你就知道 self selected的部分 那第二 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這個市 那你根本就沒得比 第三 你的時間 參與者又不同 你都很難分析 他是在做事 讀書 還是讀什麼科 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說 不要太擔心 在那個結果就受到影響 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以往和現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對 以往在早期 譬如以大學來說先 大學入大學的機會很少 很低 那時候通常的語言流量就很高 那現在就補給了之後 發覺可能不同背景的 可能不同強項的學生 在只是語言這方面的表現 都有這個很大的差別 那變成在幫你補給化裡面 其中一個衝擊的地方 第二 第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發覺 語言這個不僅是課堂上的學習 就代表了語言的 我最近出席了一個在九龍公園搞的 成千個學生 那就是在語常會搞的 那就是在一個運動日 有些表演 天才表演 那表演當然是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整個過程 你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講英文 由你開始看到 踏入草地 一度到圓圍子 那整八九個小時 你都要講英文 那我們問那些同學 就說你的感覺是怎樣 那他們說呢 平時講的時候 語言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不要怕被人笑 這個就是現在很多地方 學語言其中一個 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不要怕被人笑 你照說 第一次坐 不要緊 第二次第三次 你講了幾個 你就會聽得到 你就會成功了 那發覺呢 是叫生活形式的語言學習 這是第一樣的 我們發覺這樣 無論在聽 在說 信心就大了很多 所以你將它生活化 這個將會在未來 其中一個重點來的 是將人生經驗的部分 擺進語言學習那裡 變成更多樣化 第二 就是中文裡面 那個委員會都在研究著 明白你的意思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出師表 那是很簡單的 那時候 反過來都能背到的 是 那就是到時候 一問起來 不太懂也好 起碼唸四句 那就是自己有些信心 那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 回答那些字出來 第二就是比較多 是工具式的學習 或者所謂 得志體群理的欣賞式的學習 是兩回事 那特別是這個中文裡面 要夾集一些 中國本土的歷史文化 這部分 所以他們聽到的 那在中文委員會裡面 他們現在都很勤力 去看看你怎樣可以改良 但是那時候 就不讓人覺得 純粹是念 這樣做法 不希望是這樣的做法 就是變成學習語言的態度 都是其中一個學習的因素之一 那更加重要的就是老師 老師很重要 一個好的老師 你一百人一班 他都沒問題 所以老師的質素和那個 心去教那個部分 是特別要強 所以這裏都是我們其中一個重點 我們要加強的 這部分 所以我會期望 在這個語言的取向方面 我們會更加在這個 是高質素的形式去發展 但是還是更加是生活化 令到他能夠更加體驗到 這個所謂叫做 Lifestyle的一部分 的學習 不是純粹是這個書本上的學習 青年人就著剛才我們 都有涉獻到 關於國民教育這個課題 有沒有些什麼 都希望就著這個機會 問一問局長呢 其實我相信 其實我們現在 基本上在中學推行的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裡面 已經是包含了國民教育的部分 但是其實我們也明白得到 可能國情是有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要學習 那反而其實我想延伸一個問題 就是 但是較為可能是入少少的 就是 當我們去看國民教育的時候 我們會自不認聯想 起一個組織團體 就叫學民思潮 那其實也想問一下 你會怎樣評價學民思潮呢 就是你對他的評價是正面 負面 還是其實可能 你會有另一種看法呢 兩樣東西 是嗎 那就是國民教育 那看回有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幾個月 剛剛在選舉期間 有一些的衝擊 加上一些的 一些的 不是課程指引的 文獻出來 是令到大家有恐慌 是一個很不幸的一個過程 那結果呢 我們在考慮了多方面之後呢 我們的決定就是這樣的 就是 一 這個 課程本身的大綱 我們覺得呢 因為大家的關注 和那個恐慌的程度 我們將它擱置 擱置就不是等於撕了它 燒了它 而是呢 交給辦學團體和學校 根據自己專業的評估 覺得呢 他想搞 可以搞 他想怎樣形式去推 可以推 他有什麼時間表 他自己決定 把主權交給學校 第一點 第二樣 我說得很清楚呢 德育 國民和公民教育 是理所當然的 學習的情況 如果有任何人 任何組織去主辦 去舉辦 是專業地去舉辦的話呢 其他人不應該阻止 也都在教育局的立場呢 我們都不會拿來做 事學的標準 變成呢 在沒有壓力之下呢 他真是為教而教 為學而學 這個就是原則 嗯 所以呢 用什麼的名堂呢 都好 現在很多都跟我說 他們自己都用某種形式 是這個呢 是達到希望呢 是多元認識 多角度 用事實根據搜集資料 這樣的遺學態度 去處理這個 這樣的學習的範圍 這裡第一點 解釋了那個國民教育 第二呢 我始終覺得呢 就是呢 香港是一個呢 是很自由的社會 嗯 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這個社群 不同的年齡輩 有自己不同的體的方法 嗯 但是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呢 大家都有自己表達的權利 和自己的那個看法 立場 這方面呢 我們一定要尊重 那麼呢 不同的團體呢 都是發揮了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這幾個月 這半年裡面呢 大家感受很深 嗯 但是呢 我們要尊重他們表達的能力 和表達的權利 也都表達到呢 就是呢 他們的認識 我們就很希望呢 就是大家都能夠互相尊重 情況之下 去做出這一方面的互動 我們反而這方面呢 是重要的 也更加能夠體驗到 我們一個所謂呢 是香港人的質素 好 非常多謝Eddie 教育局局長 五黑劍先生呢 今天和我們的青年人呢 進行分享 在這裡呢 節目到尾聲啦 今天再次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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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